看看我手里拿这个是啥东西 这个是刚破茧的 未焦纬维排泄的小板的熊蚕鹅 然后再次跟大家打开 让你们看一下的 什么才是真正的熊蚕鹅 为啥要搁这个罐装上 因为这个活体熊蚕鹅破茧的时候 咱都是有人工砍的 一只一只抓的 然后才能保证熊蚕鹅的质量 还有品质 这样的话就是加上旧纸保鲜 熊蚕鹅它的精华不流失掉 这种熊蚕鹅泡久才是最好的 然后到处给你们看看 看不看见 这种熊蚕鹅 它这个硬实度就是非常的好 然后这种都是自然破茧的熊蚕鹅 看不看见 再次跟你大家说一下 什么是熊蚕鹅 前面这个宽宽的小触角 然后这个肚子溜骨溜骨的 证明它是胃排泄胃胶尾的 然后这个小板的都是 就是破茧之后 客人工砍的一直一直抓 保持这个铜饵的状态 然后泡出来的铜饵酒才是最好的 咱现在装的这桶呢 是散装的铜饵酒 散装的铜饵酒 它是提前半年 用十几位药室同源的食材 然后还有熊蚕鹅泡制而成的 然后这个打包的是五斤装的铜饵酒 五斤装铜饵酒 今年也是升级了 去年是装三十只熊蚕鹅 然后今年升级到五十只 然后这个五斤装的五十只熊蚕鹅 现在已经装进桶里边了 然后在现在呢 把这五十只熊蚕鹅 浓浓这个原液 给它装进桶里边 这个熊蚕鹅 它为啥有这个原液呢 这样的话才能证明 这个鹅它是未浇尾未排泄的 熊蚕鹅活体破茄之后 然后给它加上酒底 这样的话 它浓浓的熊蚕鹅精华 然后就排泄到这个酒里边了 然后接下来再看看 我们这个五斤装铜饵酒 就是铜里边 即装了这个刚破茄的熊蚕鹅 然后又有这个浓浓的熊蚕鹅精华 然后还有这几个药材 咱们大家看看 这个是梅花鹿烘干的鹿绒 看不看见 都是未排雪的那种鹿绒片烘干的 然后这个是鹿边的片 看不看见 都是真正的梅花鹿的鹿边 然后再看看这个大粒的枸杞 看不看见透红的 这种都是没熏 没经过熏的那种 就是品质都非常好的 原生态的 然后这个是芙苓 这几个药材 就是咱提前半年泡酒的时候 然后那个大缸里边 其中都包括这几个药材 五斤装 鹿绒路边 芙苓和枸杞的话 是各十片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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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咱大缸里边装的这个酒 就是提前半年十几位药材 然后泡制而成的铜儿酒 但是大缸里边这个酒它是顾虑好的 用3年55倍的铜儿酒 提前半年泡制而成的 看不看见 这个酒的颜色都是这种微黄的颜色 然后 泡制之后呢 它这个酒的黄金度数呢是五十度 常喝酒的人都知道啊 看不看这个酒花 都知道是不是吃两支酒了啊 然后五斤装这个铜儿酒呢 就是加上盆里边 格外装的这五十只熊铲鹅 这样的话就是够浓一些啊 看不看见 刚做完酒的时候 五斤装的铜儿酒 铜底这个浓浓的熊铲鹅精华 但是在这个酒和这个精华装到一起 然后浸泡到一起之后的话 这个精华就会被这个酒给吸湿掉啊 看不看见 每桶的刚装完酒的时候 铜底都有这个浓浓的熊铲鹅精华 看不看见 这个大酒罐里边装的是较长八年的啊 六十度的高粱酒 自己家酒房奔烧的存两十酒啊 然后咱现在把这个酒盖打开 让你们看看八年的这个存两十酒啊 现在是什么样的状态啊 这个盖一打开之后 酒的香味儿装进去 看不看见 这个铜上时间长的这个凉酒 看不看见 这酒土颜色现在都是八绿胃黄的颜色啊 它装到这个透明的小瓶里边 颜色不下去看出来的啊 常喝酒的人都知道 这个存粮食酒啊 较长时间越长 然后这个酒的口感越好